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张思令,之前啊,我讲过几期纽约治安的问题,那非常多的人呢,给我私信,他们说对这个问题比较有兴趣啊,很多人啊,问我能不能再讲具体点,那行,我今天呢,就最后把纽约的这个治安问题给讲完啊,这期咱们从哪儿入手啊,咱们从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入手,纽约的治安为什么会成现在这个啊,美国大城市的治安为什么会成现在这个啊,纽约我一直认为啊,是美国的一个大城市的一个缩影,那么它的治安是什么啊, 啊,那现在就映射了将来美国以后大城市会是什么啊,因为大城市几乎全是蓝的,你知道吧,所以说这种事情啊,是时有发生的,那首先呢,啊,美国纽约的治安从这样,政府层面是脱不开关系的,我们今天主要就讲政府层面的关系啊,就是所谓的司法体系的崩溃,其实在纽约朱利安尼当市长的时候,就是90年代和2000年初的时候,啊,纽约有一阵子治安是非常好的,因为朱利安尼授权了警察, 啊,你们可以临机处断啊,就谁要是拒捕啊,什么的,直接就能开枪,因为这是共和党市长嘛,当时纽约的这个,啊,治安一度非常非常的好,然后之后呢,纽约的治安由于这个经济危机啊,由于各方面啊,就在不断的下降,啊,司法体怎么崩坏呢,先说几个名字啊,比如说现任的纽约市市长亚当斯,啊,这个哥们儿就是个黑命贵啊,本身也是个黑人啊, 啊,是吧,然后他上任的第一件事,啊,就是说要改善纽约的治安,但实际上胡说八道嘛,啊,上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我跟大家讲过,就是任命了他当停车场助理的弟弟,啊,为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,然后呢,他又任命了另外一个女的,啊,就是这个buff点满,又是黑人,又是女的,又是如何如何,啊, 啊,史维尔当纽约市警察局的局长,所以说局长,副局长,啊,都是黑人,大家想想啊,就就这就这个,而且黑人是非常团结的一个团体,啊,非常的就是包容自己种族的一个团体,啊,大家就想想他们,啊,会把纽约的治安搞成什么样,而且这是纽约警察局的,啊,老大和老二啊,全是黑人,啊,两个就基本上不,啊,不怎么管事,基本上对黑人,啊,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,就是这开放的态度,你懂了,然后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, 除此以外,咱们说,如果是官员的机构这么搞,那你法院,检察院,你总得当点事儿吧,不不不不,啊,纽约的检察官也是民选的,纽约的检察官现在叫什么呢,啊,叫布拉格,这哥们儿特别有意思啊,他之前是一个黑命贵的,一个律师,就等于是一个民权律师,你知道吧,他打赢了很多,啊,官司,大家明白啊,像一般这种黑人律师,基本上就代理自己族裔的案子,而且基本上能打赢啊,由于有关系的程度啊,基本上弄得大家都很开心, 啊,就是说什么吧,大概率啊,就是类似于就是为那个卖这个玩意的这帮人保释啊,然后最终可能这些犯罪粉丝被警察执法的过程中死了啊,同时呢,他保证了警察不被起诉,还保证了这些人啊,拿到了赔偿金啊,是这么一个人,然后呢,他也当时在竞选的时候啊,呼吁啊,改善, 纽约的治安,其实我觉得加州什么950不算清水,这都小case,你们都不明白什么叫纽约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,你听听人家这哥们怎么宣布的啊,凡是所有的啊,抢劫,地铁站,什么公交车站,逃票,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啊,什么非法,入侵民宅,什么乱七八糟的,就这一系列的东西啊,全都不起诉, 啊,你知道吗,这不是在轻碎起诉了啊,直接就不起诉了,就说,除非你犯了重罪的同时,你犯了一个重大的谋杀案,这些罪名包含在你的这些重罪里面,可以一起被起诉,剩下的啊,你是不能被起诉的啊,你现在不论是一个黑帮手下,或者是当街跟警察,当街对社啊,当街拒捕,然后或者是你得要跑,或者是950以下每年抢劫,在纽约线都不会被起诉了啊,只要不被起诉,就去抢啊,就还怕, 怕什么,是不是,马上就抢啊,这个不要紧,这个大家想想,有些族一朵喜欢,这就是为什么纽约现在的治安根本不显,因为警察局的检察官根本就不起诉,啊,如果你觉得,如果很多人,我知道到说到这儿,很多人可能来反驳我,说,你说的不对,这都是轻罪啊,什么重罪,怎么怎么杀人犯火,这些起诉了不就行吗,什么什么啊,有些白左可能来这么说啊,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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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啊,所有的这些东西啊,基本上都不会被起诉,包括连当街 当街贩卖毒品这种罪名,现在都基本上不会被起诉,或者要求是轻罪,因为什么呢,因为贩卖毒品啊,大家你就理解成啊,这不是毒贩的错,你知道吧,这是那些大头的卖毒的错,但大头的那些,大毒贩你又抓不着,所以说你只能抓小毒贩,小毒贩可没有错啊,小毒贩只能算是代理人嘛,对不对,他这只能算是微箱的最低层啊, 啊,你罚款就是了,你抓他干嘛,啊,你抓他有用吗,你抓他能断源头吗,对不对,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,然后比如说当街对战,当街枪战,啊,是吧,现在也不算重罪了,为什么呢,你打死你了吗,你死了吗,那当然你要死了还算重罪啊,还算谋杀啊,你死了吗,你没有死吧,没有死算什么重罪,啊,没有死为什么算重罪,没有死你闹什么呢,对吧,只要你没有死,啊,只要你不受很重的伤,这都不算重罪的,啊,是吧,所以说大家啊, 在纽约街头,如果你看到当街对射,如果你看到这那,这都不叫重罪,这都不叫重罪,所以说,在这个检察官办公室的,啊,推动下,现在整个纽约,只要你不打死人都不算事,打死人了也不叫事,啊,打死人了也不叫事,啊,现在根本就不叫事,啊,这就是你知道为什么,最近,啊,美国这个汉堡王,啊,这个汉堡王出的这个事,一个白人的,咱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被打死,就是一个黑人过去打劫,然后这白人女孩打劫一百块钱,对吧, 然后这女孩给她钱了,然后给她钱以后呢,她还要打开另外一个钱箱,这个女孩就愿意去,就就就把她打开另外一个钱箱,在这过程中被黑人一枪打死,被抓了以后,这黑人直接朝镜头做鬼脸,就这样伸舌头,然后这个华裔的女的,在地铁站被推下去,啊,被推下去,被过来一个车撞死,这个黑人被抓,也是伸舌头做鬼脸,啊,这是发生在纽约,两个不同族裔受害的,两个不同地点的两个事,一个是白人,一个是华裔,但最终犯罪的这个黑人, 都是杀完人以后做鬼脸,因为什么,他们到底真的是神经病吗,我们不知道啊,但我们知道的是,啊,他们一定不会以重罪被起诉,或者是不会以很严重的罪名被起诉,而且大家都知道,他们敢这么做鬼脸,基本上就明白了司法体系,啊,对他们根本无法奈何,啊,至于现在为什么纽约,啊,治安这么乱,除了官方方面的腐败,司法体系的崩坏,啊,司法体系基本上从检察院,啊,到这个警察局都被黑名贵把持以外,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,啊,司法体系没钱了,应该老要赔钱嘛,啊,老要这纳嘛,老要给警察,是吧,募捐嘛,然后这个发这个赔偿金嘛,警察再也不是过去的纽约警察了,哪怕当街你开枪,纽约警察当街有老百姓在,他就敢直接当街掏枪还击,啊,跟嫌犯当街对社,啊,打翻一堆路人,纽约警察都不在乎,这是2000年初和90年代末的纽约警察,啊,就是,但现在纽约警察已经不敢这么做了,别说开枪了,连抓你都已经做不到了,啊,为什么呢, 现在纽约啊,啊,已经没有监狱了,啊,美国的那几个著名的监狱,啊,都已经年久失修,比如说著名的莱克岛监狱,就没有位置了,你知道吧,因为由于年久失修,2027年就要关闭了,啊,所以说很多的犯人都已经不在里面,都已经放出来了,那除了重罪的都放出来了,啊,疫情期间刚开始,不是黑名贵抓了一批吗,抓了一批就放,抓了一批就放,啊,为什么就不往里头扔了呢,没有位置了,啊,没有位置了,根本就关不进去,没有太多位置了,啊, 啊,而且2027年我关,你还关他干嘛,监狱方面也受不了,啊,啊,你这,你这,是个人就往里塞,你不保障犯人的权利,啊,所以说干脆领保释金,啊,就是抓了你,啊,是吧,不要保释金,或者干脆不起诉,走吧,走吧,回家,哥们,走吧,走吧,走吧,啊,其实这个事早就有发生过,啊,纽约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,比如说一哥们就抢银行,啊,是吧,然后抢银行,这总算中罪吧,刚抢完银行,啪,警察把他抓了,抓了以后没两天给翻回家了, 为什么呢,不许起诉,监狱关满了,哥们回家了,结果哥们,当时这哥们连自己都不信,你知道吧,在翻回家的过程中,那哥们就说,我靠你,这把我放了,他们脑子有病吧,然后结果,马上又去,又去抢了一回应,啊,然后,当后来又被抓了,但这就后话了,就不,不,不聊这个,啊,至于纽约的其他几个监狱,也都是臭名着主啊,包括什么,关爱博斯坦的那几个监狱,大家爱博斯坦知道吧,爱博斯坦的那个监狱,不就是因为最后监狱背锅了吗,爱博斯坦自己拉皮条, 最后说爱博斯坦,啊,是被这个监狱弄死的,被监狱折磨死的,然后最后监狱背锅,那个也老话,要关闭了,啊,所以说,这些监狱都要关闭了,然后新建的几个监狱呢,又没建好,啊,又说要建多少层,要砍经费,又在那儿争,而且最后这些监狱呢,建在哪儿呢,建在华人区旁边,啊,特别有意思啊,啊,法拉上附近,啊,建在什么布鲁克林,啊,第七大道,还是第八大道附近,啊,这,这就很有意思了,而且不但建在这儿以后呢,啊,还要保证这些 犯人的权利,宾至如归,啊,犯人北欧化,知道吧,啊,监狱里一定要修什么娱乐设施啊,啊,一定要修家人来的这些场所啊,啊,一定要保证啊,犯人的权利,拿犯人是两口子,夫妻见面的地方,啊,犯人家人见面的地方,你还要保证他们会餐的自由,你还要保证他们玩的自由,要保证很多自由啊,所以说,啊,你绝对不能,啊,伤害犯人的自由,而至于学校,我们是没有钱修缮的,啊,至于其他的东西,我们是没有钱搞的,哎,但是, 骗选票这种东西,啊,我们是有钱来弄的,所以说整个纽约的司法体系就崩坏了,啊,包括警察,警察现在根本就不管事儿,警察,我就纽约警察工资也高,我就不想管,啊,管我还危险,我就干脆,我就不管,啊,你们爱怎么闹怎么闹,所以说警察也不管,整个司法体系就已经崩坏了,就很多人说纽约司法体系还在,但是纽约司法体系,其实在纽约住过的人来讲,因为我走的时候,纽约司法体系还不这样,美国警察还敢抓人, 15年的时候,现在是完全不敢抓人了,啊,现在就已经成这样了,反正据我纽约来的朋友说,基本上都说纽约现在就没有人管,啊,就包括我在纽约当警察的朋友都跟我们说,纽约现在上面命的就是,黑命贵期间上面遇到命的就是,什么地铁直约翻越,护楼,逃票的,啊,什么没抢几个钱的,哎呀,放人吧,都不要抓,你们就不要管, 这是最好的就是上面暗示的,你知道吗,就太猛了,就所以说纽约为什么治安成这样,啊,咱今天来讲讲政府层面的,这个是重要的原因之一,你现在明白为什么纽约的治安,啊,会乱成这个样子了吧,将来如果不管,这些民主党地区的大城市都会变成这个样子,不但是这些大公司慢慢的会跑,华尔街这些,我感觉慢慢的,咱华尔街会不会跑,不知道啊, 那这些科技公司肯定慢慢都在搬,都在搬到德州来,都在搬到,啊,佛州来,都在搬到这些地方来,因为现在已经在搬了,加州很多地方已经受不了这样了,或者至少也在搬到西雅图这样的地方去,反正不会有人留在什么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这样的地方,太可怕了啊,现在告大家,反正能不去尽量不去啊,不去保命啊,反正你白天去没事啊,去繁华地方没事,晚上别乱跑,啊,那行吧,这期呢,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,啊,以后有什么有意思, 所以再跟大家聊,这期聊着,大家拜拜